大家好我是Mai 我們這一集要問的是 沖嘴大鳥 沖嘴大鳥是阿羅拉地區的加盟鳥 可以看到我們讓他帶了王者之陣 攻擊對手時有10%的機會讓對手萎縮 然後如果是連續攻擊的話 每一次的攻擊都有10%的機會 是我們帶了種子機關槍還有岩石暴擊 去配上沖嘴大鳥的特性連續攻擊 這樣我們這兩招呢 都確保每一次都可以打到5下 這樣子讓對手萎縮的機率 就是將近41%還蠻高的 然後我們帶了順風 因為他的速度不快啦 讓對手萎縮就必須比對手快 所以順風是必須得帶的 我們一直攻擊速度252 性格雙浪 那我們這集玩的是單打啦 上次有觀眾問說 會不會再回來打單打 其實會啦 雙打只是有一些特殊的戰術 比較好玩的我才會去玩 那我們就直接首發沖嘴大鳥了 他應該會出長矛巨母啦 那我們出個惡鬼碰吧 因為惡鬼碰可以打谷頂 鹿谷 劍爆 又可以打五道雄獅 最後就是我們的一擊一尺的裂空座 這個對手是先出了越越雄 越越雄的話就是怕他是防彈特性的 因為種子機關槍是對防彈特性沒有效果 但我不相信你是 我們就直接種子機關槍拼衛縮 漂亮他不是 他慘了 打他是兩倍 看起來是有一點癢 秒不掉 但是可以過半的話 我們只要衛縮一次就可以了 漂亮 直接過半了 哇 很痛欸 其實 欸 衛縮了 漂亮啊 他是一粒 欸 你慘了 竟然一開始沒有守住 那我們這邊再一發種子機關槍 收掉他 他也不換人 那就是 直接倒地了 越雄 動都沒動到 人就沒了 太慘了 奈克洛茲馬 浮小之一了 他應該是比我們快 所以我們先開順風 不至於把我們秒掉吧 欸 我比他快 他沒練速度 該不會他還有細發空間吧 沒有欸 是冥想 沒事 那我們這裡直接開始衛縮了 但是我們兩招的 連續招都不是本系 所以打他應該是不會很痛 那我們就打種子機關槍了 只要一直衛縮的話 傷害都不是問題啊 看起來是三分之一不到欸 欸呀 但是衛縮了 漂亮 啊 不過他是吃剩的東西 所以可能要衛縮個三次 好像有機會欸 欸呀 又來了 41% 感覺是有機會收掉他嗎 要他一下的話 就可以 或是我也說 這兩個選一個 好像不太妙欸 哎呀 哎呀 要害了 但是沒死 啊 完了 怎麼沒問題說 好痛喔 這被秒了 他要是沒有吃剩的東西 這邊他已經死了 哎呀 差一點 不過他被我們搞到 殘血了 已經做得不錯了 將近已打二了 這邊先上惡鬼碰來處理好了 我們就打木角吧 防他最後一隻是武道雄石或是古頂路 他直接放棄換人了 再搞一個心態沒了嗎 最後一隻武道雄石 沒事 那我們就直接打木角 哇 他比我快啊 他是 講究圍巾 怎麼這麼痛 完蛋 哇賽 好痛喔 三角就把我給剃美了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這邊鎖招了啦 所以 也還好 我們就換上裂空座 他水流連打至少打我們是減半 我們這裡就算射零射也超車不了他啦 怎麼先打畫龍點睛吧 然後下回合直接拚神速 畫龍點睛一定秒不掉他啦 因為武道雄石防禦還蠻高的 不可能把我給秒了 OK 超級一樣 烈空座就是烈空座啦 還沒打過半 不過畫龍點睛是會降雙黃的 跟近身戰一樣 為什麼 為什麼是跟近身戰一樣 烈空座的大招搞得跟近身戰一般格鬥招一樣是怎樣 OK 沒關係 我們這邊直接太近一般神速 就結束比賽了 畫龍點睛要降雙黃 好歹威力也有個150把 完全跟近身戰一樣 感覺是還蠻慘的 跟熔鳥猛攻也沒差多少 那就感謝指教啦 我們就直接出沖水大鳥吧 感覺他會首發低豬霸 他如果直接出顧勒盾 那我真的也沒辦法 然後做個烈空座吧 就讓他的晴天沒有用 最後一隻就西斯海人 西斯海人水加妖精是完全康特顧勒盾的 結果他還真的首發顧勒盾喔 那我就只能賭他不會打過來了 因為他打我 我是很難頂得住啦 就當做他會打劍舞好了 他是劍舞靈色那種的 我們就只能先打個順風 他換人 漂亮 他應該是怕我打鳥嘴加農炮 怕他被燒傷 代表他可能不是太精火 那我們這就開始畏縮了 就打種子機關槍 打他還真的有點癢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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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三分之一差不多啦 畏縮個兩次應該是沒問題的 他沒畏縮 但是他沒打到我 漂亮 打到我也是頭直接裂開來 那我們 不可能按太精化的 一定是繼續按種子機關槍 都有機會畏縮了 還按太精化 這樣就太慫了 漂亮 我也說啦 那這樣子他應該是要美了 我們就繼續裝子機關槍了 他不換人了 他竟然不換孤兒是上來擋嗎 他竟然不換孤兒是上來擋嗎 直接收掉了土地雲 太好了 不過順風停了 所以 沒辦法再拚我也說了 他應該要上孤兒盾扁我了 但他剛才換人 代表他應該是講究系列的 他只能打過來 那我們就打鳥嘴加農炮 讓他燒傷 他有太精火 所以他剛才只是 想省太精化 省一個土地雲美了 太精火的話 就不會燒傷了 那我要美了 不過可以啦 至少換掉土地雲 至少先來個心態打擊 總要是心態打擊 而且呢 我敢斷定 他絕對是 講究系列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換上裂空座 開始劍舞 是沒問題的 因為閃現衝鋒打我們是減半 哪我沒責啊 不可能 打龍招的吧 我們直接來個劍舞 哈 只能換人 漂亮 就是這樣子 哎呀 那最後一隻正義法 因為我的神術碰不到他 有點麻煩 我們這裡就必須要太精化了 而且還怕他是氣勢屁帶的 哎喲 好像應該直接打過去的 沒關係 我們就太精一般 然後化龍點睛 好痛喔 代表他是講究眼鏡 只要反而好 就可以直接秒掉他了 因為他如果是氣勢屁帶的話 我們這邊反而會打輸他 就要靠西式海人 那這邊 遊戲 差不多要結束了 我們神術的話 應該是可以直接收掉他 直接秒掉了 裂空座 攻擊力是很高的 直接秒掉了 古拉盾 那就感謝指教了 我們就一樣出 沖嘴大鳥 然後對手有蓋歐卡的話 我們肯定是要出裂空座的 最後就惡鬼碰吧 因為惡鬼碰 也是可以打 紅雷金剛星 還有 古頂路 有第一隻 紅雷金剛星 紅雷金剛星的話 就真的不知道他是比我快 還是比我慢 而且呢 他大幾率是會對我打拍弱 所以麻煩的是 萬一 王者之身被拍掉了 其實 也很難玩 不如我們就直接鳥嘴加農炮吧 先 收掉他 鳥嘴 直接一個加熱 哎呀 真的有拍弱 還是我應該賭他沒練速度 一開始就直接拚位說 搞到這麼狠 直接收掉他了 又沒有 1 1 2 4 5 5 5 6 直接噴水啦 中嘴蛋也會噴美了 這是你比我的 都要用這種神獸來打是不是 那我們也來啊 烈空座 直接上場 不過出烈空座的問題是 不確定他是不是講究系列 因為他有可能會有冰招 被冰招打到我也是直接2K 所以我們可能要直接太精一般 我們就太精一般直接神術跟他拚了啦 我不相信他有爭議法 怎麼可能大家都帶爭議法 我不信 這些人真的是齁 他會給我出這種 完蛋了 我不先上惡鬼控是因為他要是 如果是 是講究維京的話 我惡鬼控被噴水噴到也是 拖子就不見啦 不過他正義法這邊是不可能 對我打暗影球的 應該是月亮之力 所以我們可以再換上惡鬼控 火系被妖精打是減半 我不相信他這邊敢打暗影球 沒有這種人啊 又不是瘋了對不對 對 有兩隻雷 欸好痛喔 快過半了 不過有青草場地 那我覺得他是眼鏡欸 我們這裡直接打木角吧 以防他換回蓋歐卡 而且木角打正義法也是很痛的 對阿真的是眼鏡阿 哇一發直接收掉正義法 那可以阿 而且這邊就可以來測試他的蓋歐卡 到底是不是講究維京 因為他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惡鬼碰速度比他快 直接一發木角 他就沒了 欸他是講究維京喔 那也還好啦 他綁了噴水 我們裂空座上來直接對他打神速 他就沒了 是打不死他沒錯 不過 噴水呢 是依使用者的血量 比例去打傷害的 所以他只要不是滿血的話噴水就不會很痛 很好 直接打過半 噴水還是很痛欸 打我也是過半 那這邊遊戲要結束了 成功收掉蓋歐卡 感謝指教了 那麼繼續首發沖嘴大鳥 這把就出惡鬼碰吧 因為惡鬼碰可以打賽富豪美納斯 然後之後就西斯海人去打他的固勒盾 這有第一隻是耿鬼 耿鬼速度是一定比我們快的啦 所以我們就只能先按順風了 他也不至於有辦法把我們秒掉啦 結果他是丟獨立 那更好 感覺 感覺 這是他最後一次行動的 因為跟鬼滿軟的 兩次的岩石暴擊 感覺他就沒了 只要畏縮一次就好了 完蛋 不過他是詛咒之驅啊 下回合不能用岩石暴擊 真的很痛 將近要到紅血了 欸 可以 我也說 那這邊就打種子機關槍 還是可以收掉他 但就是怕 又被詛咒之驅搞一個 兩招都沒辦法放就麻煩 欸 沒事 沒有觸發詛咒之驅 讓我還有種子機關槍可以用 漂亮 這首除了是天蝦王 我們順風好一回合 而且天蝦王很多是不見速度的啦 所以我們就種子機關槍繼續打 等一下沒順風我們速度應該還是比他快 所以 那應該是完蛋了 不過他 是祭祖寶珠毒療的那一種吧 其實傷害還算不錯欸 差不多三分之一 可以 最主要是 有畏縮 但是毒療回的血量還蠻多的啦 不過這回合還不會回 所以應該畏縮個兩次 再畏縮兩次就可以啦 我們就繼續中止機關槍 阿對阿 他有守住 這樣有點麻煩 這是要打更多回合 不過重點都是看我們有沒有畏縮啦 如果每一次都畏縮到的話 他這個也只是在拖延時間罷了 所以他還是很危險的 所以他還是很危險的 哎喲沒位說了完蛋 中了劇毒那麻煩了 因為他接下來一定每回合 能用守住就用守住啊 我要勒一勒 那我們也只能選擇繼續打過去 換人的話也是換人上來 踩到毒裡 雖然中毒比劇毒好一點點啦 不過我是覺得 我們先按順風吧 沒錯他會打守住 天氣王大部分是守住替身劇毒跟地震 那他也不可能對我們打地震 所以他應該是 會按替身 就看能不能畏縮了 千萬 要畏縮 那按出替身就更麻煩 欸沒位說 但是他的血量也不夠放替身了 漂亮 可以太好了 我們就繼續打吧 感覺還可以撐個三回合啦 所以一直打下去 還是有辦法處理掉他天蠍王 我們就直接打中指機關槍 我們就直接打中指機關槍 欸結果他換人了 哎唷怎麼是梅納斯 那被我打兩倍啊 他慘了 他應該是覺得我會換人 所以他也換上梅納斯 結果我繼續打中指機關槍 不過打他兩倍 竟然是收不掉他啦 那這個是練耐久的 不過他這邊很尷尬 梅納斯估計是沒有守住可以用的 他是火焰寶珠 所以我們這邊繼續打中指機關槍 他是會死的 喔被逼出太金花了 不過按不行啦 泰金草 加上 他的神奇靈片 他超級癢 收不掉他啦 不過呢 是有機會畏縮的 只要畏縮的話 他還是一樣很慘 漂亮啊 41% 怎麼感覺這個沖嘴大鳥 真的有點強 畏縮的頻率有點高 那我們這邊就打岩石暴擊啦 他這裡一定有人得死啊 他如果換上天蠍王應該是天蠍王會死 他不換人 那這邊 沒了 不過沖嘴大鳥這裡會 直接扣血 扣到死啦 也還行啦 已經 收掉兩隻 然後把天蠍王給搞慘了 對手一個心態也沒了 沒想到一把可以被畏縮這麼多次 這裡已經輸不了啦 我們換上惡鬼碰 速度是絕對比他快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集藤棒 一棒 集他下去 不過他這邊應該是會按鎖住啦 所以我們太進化先不按 我們就直接敲集藤棒吧 也不要貪劍武啦 其實也沒必要 我還是先鎖住啦 因為不貪劍武是有些人很瘋啊 這裡給我打替身 那我就真的 完了 這裡他是沒得用鎖住了 搞不好他會連按兩回合啦 也不一定 但是我不相信他可以成功 我們就直接太進化集藤棒 沒有打鎖住了 沒有打鎖住了 給遊戲結束 直接收掉了天蠍王 那就感謝指教啦 我們都接著 過氣 準備好嗎? 我們的公日 我們進來 準備好嗎? 我們準備好嗎?